尊敬的战友们好 今天是8月1号 文贵在这里报平安直播 今天是报平安加紧急直播 刚刚的文贵获得共产党内部 正在执行任务的内部的我们战友的内部的绝密信息 我们是第一家我们获得信息 现在共产党已经全面下达了 对香港执行戒严令的命令 初步计划是8月4号到6号之间 根据8月5号香港的行政政府的工作人员 上街的情况取决于8月4号凌晨一点 或者是8月5号到8月6号晚上的凌晨一点 时间目前是执席的是这个情况 初步现在共产党的这个罪恶戒严法 他们的规定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国家安全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驻港法 应香港政府之要求 对香港实施戒严 对香港实施戒严 这是非常恐怖的 应香港政府之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军法 解放军驻港解放军法 和所谓的国家安全法 对香港实施戒严 第二个呢 就是在香港的戒严期间 基本上限制了人 指出不进 由成立的 由香港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 成立的戒严指挥部统一协调 那就是香港人的吃 喝 医药 还有所谓的社会治安 全面由 驻港部队和香港政府成立的戒严指挥部 统一指挥 那就等于解放军接管了香港的管理权 一国两制彻底死亡 只有一贼了 连国都没了 盗国贼地团彻底 接管香港一切 人只许出不许进 第三个 据说对香港 规定对香港的特别是美国和英国 外籍的真正外籍人士 进行清理 并对美国和欧洲在香港的机构 行政机构和驻港人员进行清理 第四个 是将对6月9号以来上街抗议的 积极人士 他们叫暴动分子 进行抓捕 我再等一个消息 因为我没有闹清楚说的是一万还是几万 他刚刚就给我说了一个一 这个一是一万 我理解是一万 但愿这个消息我不敢肯定 因为我们把这种联系方式太不安全 他跟我说了一个一 以上四条是来自于我们绝对可相信的内部的战友 给我们递出来的消息 这是文贵在郭媒体直播 希望能提前让香港所有的同胞们和战友们 能知道这个消息 做好准备 文贵和我们所有人没有任何能力 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建议什么 但是我们会和香港同胞坚定地站在一起 无论什么结果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将不惜一切代价 和香港同胞站在一起 和你们一起战斗 我也将此消息发到了美欧世界上 我们所有的支持灭共的和反共的朋友 战友和相关政府的人员手里 共产党对香港的戒严 就是赤裸裸的大屠杀 做大屠杀的准备 是抢劫 是犯罪 是对香港750万人的自由 民主 法治 人权的剥夺和侵害 绝对不会成功 将受到全世界有正义 有良知 爱护自由民主 法治人士 说突击 绝对不会将它重蹈 1989年6月4号 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事件 这一点我非常自信 美国和欧洲 以及世界上有正义 有法治 文明的国家 会坚定的和香港750万同胞 站在一起 文贵恳请在香港的所有的上街的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安全 特别要保护好老人和孩子 甚至可以不上街 都是正确的 但不要低估了共产党 香港70年来在中国绑架 强奸了14亿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没有他们不敢做的 他们没有底线 他们已经上心病狂 他们已经不是人类 他们已经是魔鬼了 香港同胞们 务必保重 务必小心 我们要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我们会用行动告诉你们 我们如何跟你们站在一起 如何支持你们 亲爱的战友们 如果在这里 听到文贵这个紧急事件 直播的战友们 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应该 在自己安全和能力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向全世界传播 这个信息 我郭文贵对这个信息 我负全部责任 真实性 我负全部责任 香港同胞 我对这个信息负全部责任 只有具体的时间 或者是某种行动上的差别 行动 这个决定 我负全部责任 战友们 让更多的香港人同胞知道 让全世界知道 同时把香港的真相 传播全世界 这是每个人都做到的 我们绝对不能闭上眼睛 绝对不能找各种理由 让自己再一次的成为八九年逃兵 骗兵 当为懦弱分子 灭共第一战 对我们所有人都置为关键 只能赢 只会赢 一定会赢 亲爱的战友们 这是我们的战友 沉默的战友 潜伏的战友冒了生命的危险 发视频 发音频给我的 而且马上告诉我 文贵你要赶快告诉香港同胞 我当时听到我震惊 我傻眼了 赶快 我给旧庄发信息 赶快到这直播 现在的情况 发展到现在 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么多信息 文贵对此信息负全部责任 有任何的进一步的行动和信息 我会向大家汇报 郭媒体从现在开始起 随时24小时 随时向大家报告 突发事件 请战友们广泛传播 由郭文贵负责任传达这个信息 对这位战友的感激 和现在在内部潜伏的战友的感激 我现在就不多说了 我们都是有使命的 相信我们的使命 相信我们的追求 相信我们的信仰 一起来灭掉共产党 这是新疆西藏台湾 香港14亿同胞 以及全世界爱护和平 爱护法治民主自由人 最大的机会和最大的挑战 也可能形成最大的流血 我们想办法阻止 扮演好我们作为人的角色 亲爱的战友们 和我一起为香港同胞 14亿同胞 新疆同胞 西藏同胞 台湾同胞 来祈福 请大家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